就是不要太胖 可惜就是一直在胖 要注意一下 我曾经在疫情的情节有瘦身 瘦到六字头 但现在应该又胖回快九字头 很多耶 为什么啊 剪起来很难剪 但是吃起来很容易 口腹之欲吗 对对对 一有压力 因为还是一样嘛 在工作中间还是有一些压力 最近要再做新的戏 所以说 没有睡就吃 每天睡几小时 我睡的时间很 怎么讨论我的健康 大家很关心 我睡眠时间跟现代人差不多 就是 七八个小时 累的时候就睡 晚上尤其最近有地震 睡得更不好 昨天晚上一直在等地震来 对对对对 因为昨天有人预告说什么明天 昨天晚上有地震 有吗还有预告 有啊就说有哦 所以大家就很担心 然后睡不好 好像都是两点多嘛 是吧 我们都在等这个 所以我也 我最近都是差不多三点多才睡觉 就是比较不好的状况 吃也是一样 就是一好吃就吃 没有 没东西吃就吃零食 尤其最近在做剧本的工作 就是桌子上面 就各种吃的东西 那大家看我很辛苦 团里面的伙伴看我很辛苦 他们也没 他们也没有别的方法来关爱 就是喂食就对了 就是跟着一直吃这样 那这样子有想要再回到 有有有有 对尤其是这个换衣服穿衣服的时候 就觉得说好像衣服都穿不下了 又该该好好的来注意身体了 其实现代人都是这样 一有压力就忘记了 自己许下的心愿对不对 好不容易剪了 花了好几个月剪了 这样一下子就 大概两三个月就胖回来了 好可怕 所以减肥的人大家要小心 一定要自律 为什么你们的眼光都有一种怜悯的眼神 你们也没有好到哪 其实你们都保养的还不错 怜悯的眼神 对啊但是心血管疾病或健康的东西 真的要注意 对 尤其是好像 也不知道是因为报道比较多还是怎么样 这一两年这个心血管疾病的特别恐怖 说不说一下子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 是 对我也是有吓到 有害怕 好啦那今天之后有没有要立定一个 怎么你来访问我啊 我想说帮大家问一下 我们今天就许下一个心愿 然后下一次我们星系上的时候 大家来检验你 你认为在享食天堂的门口 许下心愿不再吃美食 这是对的吗 节制一点 靠长下来 节制 你认为在可以吃到饱的享食天堂的门口 做说有节制这件事情 是 是可能的吗 没有啦应该啦 其实啊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 饮食啦 各方面啦 睡眠啦 都是自己的事嘛 大家长大了 还是要自己自律 其实自律最难 对不对 自律真的很难 知道是一回事 做到又是另外一回事 好我们大家共勉 好不好 共勉 年轻的我们就算了 这边也没什么年长 这个年长练的朋友 就不要低着头了 我们 我们一起共勉之 够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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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最瘦的时候 跟现在差15公斤有 有有有 差30元吗 有有有 你说我最瘦的时候 我人生中间有很瘦的时候 我是小时候那种几公斤的时候 你年轻有瘦 很瘦很瘦 去年有 去年年 前年年底 有69公斤啊 哦很瘦欸 对啊 瘦了以后别人就说 你生病了吗 很严重吗 你知道吗 胖子减下来啊 大家都不是为了说 啊你好棒 你最近好年轻啊 都是说 你你生病了吗 很严重吗 要紧吗 害我一怒之下 又把它吃回来 真的好难哦 你会不会固定去做健康检查 对对对 啊 啊 有其实有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其实健康检查就是这种啊 乱吃乱喝的人的一种救质 就是说哎 到我那医生都跟我说 你是用健康检查检查 你是不是真的中什么病吗 你是不是真的中什么病吗 对不对 我说不是啦 就觉得好像生活有点失控 希望不要能够不可挽回 他说所有的事情啊 都是可以挽回 但也都不可以挽回 重点就是你是不是 愿意回头啦 你是不是愿意自己回头 否则的话 什么都会不挽回 我说 就检查他跟我 检查的人他跟我讲啊 很有才艺 没有啦 因为我们我们都认识了嘛 对就有一点认识 他说赵先生 你这个自己要小心 你不要以为说 这个还可以挽回 就就自以为 就说啊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就靠什么吃什么药啊 或什么东西就可以 他说这重点是 你是不是真正回头 改变你自己的生活 否则的话 迟早有一天 你后悔莫及 你问指数对不对 就是都不正 都是红色的字 我第一次还问他说 这红色的字是什么吗 他说就不正常啊 我说怎么会那么多 你这么多都不正常啊 这是基本配备好不好 胖子的基本配备就是三高 这有哪一个是正常的 有哪一个是正常的 不是很难的 笑不出来 身高 身高吧 身高 视力 视力怎么会正常 我戴眼镜啊 对不对 他戴眼镜以后 脚正后正常 没有 其实 谢谢各位的关心了 谢谢各位关心了 但是有时候就是 生活是自己的 比较是 我必须承认 有时候压力太大的时候 真的刹不住车 明明知道啊 不要喝那个甜的饮料 含糖饮料 对不对 可是啊 你在那个下午茶的时间啊 就是三四点钟的时候 哎 这个剧本想不出来 东西排不出来 啊 事情经营上面 剧团经营上面 有些压力 就真的是啊 来个甜的来振奋一下嘛 是不是 你们带点头 很疗愈 真的很疗愈 真的没有办法 而且旁边的伙伴会说 赵哥辛苦了 来杯甜的吧 对不对 啊 你怎么能拒绝呢 真的很 对不对 像来享食 我又想说 五月 对不对 这个母亲节 是不是 我们大家又想说 家人要来吃一顿大餐 才合理嘛 对不对 对糟糕了 这反正好 要堕落的理由千百种 要振奋的方法 是找不到 这个其实这题啊 很多人都答过 大家都已经有标准答案 对不对 不对的事情 本来就是不对 这个也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人可以说 说啊 可以原谅什么的 得自己去处理 那对于我们自己 同样的人 是一种警惕 戒甚恐惧 因为我们每个人 都面对生命中 自己人性中间中的 黑暗面 没有一个人 是永远向着阳光的 没有一个人 没有那些人的困境 人的黑暗 人的恐惧 人的怀疑 人的欲望 那在现在这样子的 媒体的监督下 我觉得 要从事光明面工作的人 你如果真的已经是在做黑暗面 也就算了 要做光明面的人 我们必须非常珍惜自己 得之不义的这个机会和舞台 这我不知道 这我不知道 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要 还是就跟减肥一样 要看自己 我们有很多条路 别人也会给我们建议 但是 真正能够控制住自己的体重 控制找到自己健康 还是自己的选择 是吧 哪个是什么 看到这件事 哪个事情 我想对于一个 可以分成两个方向讲 一个是对于一个人 成年人来说 我并不意外 我觉得每个人就都有 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 他自己的黑暗面 那但是对于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来说 我会觉得很惊讶 因为我觉得 身为一个艺人 真的应该要谨言慎行 尤其他是做 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做一个模范 一个榜样 那小朋友看到 大人看到 我们就是一个榜样 所以还是得小心了 最近那个吃饱 有三校那个支援班的 那就是 那照片 你们今天是实事考题就对了 看到你就想到儿童一起 会考 会考 是大家的偶像 水果奶奶 对啊 大家都爱你 我没有 我没有很详细知道那个 但是我个人 挑过去这个新闻 我觉得 歧视这件事情 也不是令人什么意外的事 对不对 瘦的人 看胖的人 总是带着怜悯的眼光 这是不是歧视呢 对不对 常常我们从小就叫死胖子 死胖子 我姓赵 别人还叫我肥赵 肥赵 对不对 那你说他是歧视吗 尤其是 我还是回到第二个 就是刚才讲的 你是一个知名的人士 你是一个意见的领袖 你是别人的榜样 讲话还是点小心嘛 难免流露出的那些歧视啊 或者是那别人都可以啊 我们在家里我们家客厅 我们在家卧室聊天也是这样 你就不要作为别人的榜样嘛 要珍惜自己的这个榜样的身份和角色 所以说话的时候 嗯 就是 多关爱一点 多多 多为别人着想 因为我是念诗大的 所以其实我身边有很多的老师 那他们本身就是 当然你说要教这个特教班 或者是说资源班 那或者是比较自学性的 我们也有很多同学 他自己当自学妈妈 所以其实我觉得 现在的社会也很高兴 就是我们已经不是 就是很单一的 去选择学习的方式 然后我们大家对于 这所谓的这种学习的 方式或者是教导的方法 也更多的认识了 那有些人可能还没有跟上时代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就是 呃 他身为一个公众人物 他给了大家一个思考的可能 那虽然可能有些人是批评他 有些人可能是 进而去解释 那都让我们这个社会对于 所谓的资源班的议题更多的了解 那我觉得有这样子善的一个大的舆论在 那未来有这种类型的言论也不太敢再出现 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对于这个社会是必要的 那我觉得也不要轻忽这种公民世代大家的发声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自媒体 我们现在已经不是一个所谓的一言堂 我们也不是什么的人设你可以就是演到最后 真实的自己 那你要给大家检验 那总是会有被挑战的 那所以我觉得就像这个赵大哥讲的一样 我们珍惜我们在公众献身的机会 那也 呃 时时刻刻要警惕自己啦 对于不了解的东西 我觉得就是要谨慎 不要多讲 我自己也在学习 那曾经是用到花莲之家里的饭店还好吗 我们家的饭店在大家的关注 还有一起的祈祷跟集气当中 真的很感恩没有被压到 我们真的是很感恩 但是 呃 其实我们心中真的还是 对 陆陆续续的这些余政 其实 震到了很多都是我们的好朋友 花莲的观光是一个蛮 特别的状况 就是大家是很一心 就是一心很集很很团结的 上卫杰也是花莲的理事长嘛 其实我们当时第一时间是受灾 我们还是就是 呃 把团体的事情放在前面 我们组织了 呃 我们提供了1700多个 就是善心的赈灾宝给救难人员 或者是需要的灾民 我们进行了七天的这种益助活动 那 呃 花莲的业者是很团结的 我们就是以观光立线的一个大线 那所以现在花莲的这个观光是 交通是短的 那人你要进来基本上是进不来 所以其实我们很难过 因为就是 我们除了有很多后续的修缮之外 那当然人平安只是没事 可是我们不太 对对于这个花莲要完全恢复安全 其实我们 就是我们也只能祈祷啦 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给我们帮忙 那在还没有办法进花莲的时候 可以可能支持我们花莲的特产啦 那至少让我们这一些业者可以不要再 不要不要放股心价 不要阻碍到原本员工的生计 我们还是每一个人都会很努力的 我们每一个业者 那或者是从业的人都还是会很努力的撑着 但是因为陆陆续续也有一些消息 就是同业的饭店也受到了这个 就是受到了一些就是损害 有些饭店也要拆 那对我们来讲真的是很难过的 因为我们基本上就是一起长大的 那所以我们到现在都还是非常的难过 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给我们花莲关注 能够用实际的行动来支持我们 买花莲的产品 那像农业部的这些官方的电商的网站 那之后如果有一天我们修好了 那我们跟大家讲说安全没有问题了 希望大家还是愿意来给我们机会支持花莲 我看到了之后我们整个真的 因为这个是我姐姐第一时间传给我的 我那时候还在带小孩 我没有办法接到那个所有的机时 我姐姐传给我她就说天哪 五月天要来要来花莲 我们觉得哇真的是太感人了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任何一个演唱会 那尤其这种天团节演唱会 他们可以给就是在地的经济 是很大的一个振奋 除了是住宿啊或者是饮食啊 她的商机是很大 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五月天愿意泡栓引玉 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那虽然现在时间还没定吧 一定也是要确认一切的平安 我们也会保证旅客的平安 各个饭店才敢营业 所以这个大家不要担心 那希望有更多像这样子的大咖 周杰伦 蔡依林 好不好 你们都很有爱心 你们有捐钱 直接来我们这边来开个演唱会 花莲在地好不好 罗智翔很多很多 那花莲是很多人的赵智翔来演赵智翔 好吧我帮你主持 好吧我在里面客带一下 好吧希望所有各行可以大咖 你说罗智翔可以想到赵智翔你也是厉害 谢谢五月天 那也希望就是像五月天这样子的 就是有爱心的艺人们能够来花莲 给我们机会服务更多的旅客 那我们也希望所有的这个朋友们能够安心 因为花莲的旅宿业者是很自律的 我们的公会是很自律的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绝对不敢营业 所以请放心 五月天真的很棒 有没有很感动 你有没有哭出来 我们太厉害了 从健康吧 我怕我儿子被踩踏 我儿子那么小 我儿子才一岁 小布隆东的 对不对 我如果是我姐姐可能会去嗨啦 但是我可能就是小孩 你的儿子来看我们的儿童剧差不多 对对对对对 我小孩这么小 马上就被踢爆了 这是危险危险 对不对危险的地方还是不要去啦 那个舒华有没有 等他安全之后再去这样子